雖然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非常開心 但是我真的要說 我們在拍攝都很不開心 士林真的 故事很不開心 士林說他就是很想要脫離這個角色 他看到我就直接閃開的那種 我其實那時候很錯愕 想說我該不會做什麼 令士林不開心的事吧 他是我前輩 我想說 什麼前輩 好啦 反正我就想說 我該不會做什麼沒有禮貌的事 結果後來我明白 他真的是很在那個裡面 我殺青的那一天 中族的妹妹就很高興的跑來 跟我說要合照 然後他看我笑的時候 他就說天啊 我就是拍這部戲第一次看到你笑 我才反而說有嗎 我有這麼嚴重嗎 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有 這種不太好意思的感覺 對 可能沒有 功力還不夠 有時候會影響到 身旁一起工作的夥伴 包含雨昕也是 對啊 都覺得 我覺得影響的恰到好處 我真的是還想把你抓起來